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近几年来国产车已经日益崛起了 因为国产便宜性价比高 许多人会买国产车 然而最近出现了几款国产车 虽然挂着国产车的标 却是日系换科车 快让小编带大家来看看有哪几款 第一款就是启程T70 这款车的定位是小型的SUV 是东风旗下的一个品牌 售价仅仅10万元 但这款车实际上和东风日产用的零部件完全一样 只不过换了个启程的名字而已 第二款车是奔腾B50 这款车的销售量还是不错的 可算得上一汽卖的最好的车 可是这款车的底盘用的是马自达的底盘 所以也算不上纯种的国产车 还是有点合资车的意味 第三款车就是东风风度MX6 与启程一样同属于东风旗下的车 这款车就是一款换了外壳的齐骏 其实齐骏在汽车的油耗动力方面都做得蛮好的 也难怪为什么会选择这款车进行整改 不过这款国产车价格会比日产的低一点 小编在这里有几句话想说 在生产制造车的过程中 更多的应该是有技术层面的突破 如果只是换个外壳 换汤不换药 那这车还有什么竞争优势呢 国产车如何壮大占领市场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